面对令旗马台风 首当其冲的宜兰 经过隔夜 这个雨势呢 也是明显的趋缓 但事与县政府 第一时间也宣布要放台风架 所以今天有很多店家觉得说 其实没什么风雨 但是无法做生意 真的是少赚了一天 不过也有民众说 真的是赚到了 那么对此呢 县长林姿妙也说了 气象局的预估 当时的确就是要达到 停班停课的标准啊 就是要放台风架 不能够拿人民的生命安全 来当赌注来做开玩笑 立旗马过境宜兰岩镇以待 历经隔夜刮风降雨 9号清晨罗东镇风雨转小 赚到台风架民众开心 更妥善运用 一大早就跑去掉虾 新闻报线的台风呢 是哦 有没有觉得赚到了感觉 赚到了赚到了 民众笑开怀 但一个台风架两样勤 市场摊商维持营业 也表示菜价还算平稳 但身为逃家的老板 大多担心生意直直落 感叹这根本是少赚一天 面对争议话题 县长林姿庙青上火线 强调绝不拿生命当赌注 风雨过后 未传出重大灾情 三条预警性封闭的省道台七线 台七甲线 以及台九线北夷公路 都在上午八点重启通行 不过许多乘客 忘记查时间 担没车 白跑一趟 之前飞队号车还是都会开 现在是中午再来 既来之则安之 只要台风不酿成伤亡 行程耽误 都还算是小事一桩 记者李克宴宜兰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